一座藏在山頂的大墓重現人間 墓主人到底是誰 一位被史書反覆提及的美女 和她又有著什麼關係 即將播出 諸華揭秘 大雲山西漢亡靈下集 2009年年初 江蘇省須宜縣建建國的大小墓案 一座在地下沉睡了 2000多年的巨大墓葬 也因此重現世間 讓考古專家沒有想到的是 這座被確認為 西漢諸侯王級別的大墓 卻出人意料地 埋在一個水塘下面 墓中出土了 林郎滿目的化妝品 豐富其背的洗浴用品 以及重達義軍的古錢 這些獨特的文物 也像一塊塊拼圖一樣 漸漸地拼湊出墓主人的神秘輪廓 考古專家根據一枚瓦片上的名文 進而羅列出多達六位的墓主候選人 大雲山漢墓的發掘工作順利地進行著 而讓考古隊判斷墓主人身份的 帶有名文和紀念的器物 卻遲遲沒有出土 隨著對大雲山漢墓感興趣的民眾 越來越多 有的人提出 會為漢高祖流芳新兄弟的 和陽侯流仲 是否是六個候選人裡面 最有條件建造大墓的人呢 流仲生活的年代 他應該講 他的最早是在清朝的時候 那個時候 他就是徐州的沛縣的 一個老農民的小孩 就是一個農民家的孩子 普通的孩子 所以非常的老實 做事情為人很厚道 膽子非常小 後來流仲雖然被其親弟弟 劉邦封為王 但是他卻在抗擊匈奴的時候 丟下軍隊私自跑回了洛陽 也因此被劉邦點為河陽口 而候選人中的另外一位 唐義侯陳英和劉仲相比 他成為牧主人的可能性 並不低於臉仲 因為早年在大雲山旁邊的 小雲山上 就發現了陳英的家族墓 20世紀80年代以後 人們發現 就是在東陽城附近 有一個小雲山 就是跟大雲山 實際上就是離得很近 這小雲山上面 發現了一些重要的墓葬 裡面出土的文物 證明了小雲山的那個地方 就是陳英的他的家族墓 所以當時的有些記者就這樣寫了 去採訪專家們 專家就講 這個地方 這個大雲山是不是也就是陳英的墓葬 因為他的這種地位 就是封和的地位是很高的 再加上陳英這個家族 就是他的孫子陳武 他又娶了皇帝的女兒 做了他的這個太太 然後就是他的女兒 又變成了漢武帝的這個 經過長交的阿交 又做了漢武帝的這個太太 所以這樣一來人們就是說 認為陳英這個家族如此地顯赫 不僅他本人的地位高 他的後代的地位也很高 身世賢 賀德陳英和漢高祖的哥哥劉仲 他們是大雲山漢墓墓主候選人中的 兩個猴級別的人物 如果大墓中遲遲沒有名文和紀念器物等 直接證據出土 那麼會不會用間接的鐵證 來將墓主人的級別定性 而如果鐵證成立 那麼六個墓主候選人中 則至少排除兩位 古代墓葬嚴格按照墓主人的等級來建造 雖然大雲山漢墓在發掘之初 就被考古隊發現有兩條墓道 被暫時認為可能是諸侯王的墓 但這個信息並不能讓考古隊完全放心 因為猴越界成王的規格不是沒有可能 那麼就必須還得找到一項鐵證 由於埋葬墓主人的一號墓墓室 被古代的盜墓賊破壞嚴重 所以在考古隊剛剛打通墓室的時候 並沒有注意墓葬內部的形質和結構 這個墓室的這個部分 也是橫起碎破壞 就是這個盜墓的時候就已經把它翻動過了 就基本上還是都是看不清楚它的一個結構 然後慢慢慢慢才要清理 才能看得清楚它原來的一些結構 首先我們看到它是有一個回廊的 外面是回廊部分 然後慢慢地在清理 發現它是一個蝗腸提湊的結構 黃腸提湊是漢代帝王使用的果式形式 等級最高 也是漢代後葬之風的產物 在漢以後則很少使用 黃腸提湊一名最初建於《漢書霍光傳》 而漢墨未出的學者蘇林做出了簡要的解釋 用它的材料和它的做法來給它叫了這個名稱 這個黃腸提湊它四個字 它是每個字它都會有它的含義 比如說黃就是黃腸是什麼含義呢 就是百目的這個相當於心啊 就是中間那一部分 就是相當於那個年輪最中間的部分 那部分是黃色的 那中間那一部分呢 很細細的圓圓的像一根腸子 就是這個是黃腸 就叫黃腸木 這個是代表它的就是這個彻底 提湊兩個字呢 是代表它的一個做這個結構的一個做法 提是什麼呢 提就是頭 大家知道提木嘛 提就是頭嘛 就是湊呢就是靠攏的意思 靠攏的意思 就是所有的木頭的頭 都要靠攏在這個外國上面 就是湊在這個上面 如果說在大木發掘之初 被確認的兩條木道形制 還讓考古隊有所疑慮 那麼在黃腸提湊的結構 被考古隊摸清之後 大雲山漢木的形制和等級 已經被這兩項鐵鎮 礦定得非常準確 所以那個時候大雲山漢木一旦發現 第一個是黃腸提測的 這是天子之子 那只有王才能想 第二個就是宗之心的 這兩個就決定了 那這個牧主人那絕對就是一個王 兩項鐵鎮的確認 把唐義猴陳英和何陽猴劉仲 排除在牧主人的候選之列 這雖然縮小了牧主人的範圍 但是接下來考古隊 對剩餘四位王的篩選和排除 卻遇到了困難 一號木的外回廊部分 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 卻沒有意見標有名文和紀念 考古隊只能繼續等待發掘的結果 如果挖到最後還是沒有文字出現 那麼他們就只能依靠排除法了 整個的墨藏它的規模是非常的大 規模非常的驚人 那就是說這個牧主人 一定是一個非常有錢的人 那麼這個時候人們排了排去 就是在西漢初年是比較貧窮的 西漢初年吧 連天子就是皇帝住的車子 想找幾匹一樣顏色的馬都找不到 那就是整個經濟是非常的困難的 在那個背景下面 而且那個時候又處於戰亂時期 那麼劉甲他有沒有條件 造這麼大的大漠 人們是懷疑的 劉甲是剩下的四位牧主候選人中 年代最早的王 雖然西漢初年的經濟實力很弱 但這些史料中的文字並不能作為排除劉甲的鐵證 講究實證的考古學必須要找到實務證據才能下準確的結論 這時發掘外回廊的一些考古隊員忽然想到 在這部分裡有一個專門的區域是擺放錢幣的 如果界定這些錢幣的鑄造年代 可能會對判斷牧主人的生活年代有作用 考古隊立馬對買有錢幣的區域進行清理 然而這些古錢卻越清越多 而且大多保存完整 厚厚的錢幣層被考古隊清理出了輪廓 現場粗粗地計算了一下 這堆古錢的重量居然超過了一噸 所有錢幣的造型和金兩也完全相同 考古隊員將其中的一枚取出 馬上拿去南京博物院做鑒定 西漢的錢幣分類繁雜 甚至各個諸侯國都可自行鑄造錢幣 在所轄的範圍內溝通 這枚從大人山放牧中屠的錢幣 到底流通於什麼年代 經過仔細的對比 這枚錢幣被鑒定為四珠半兩錢 那麼這個四珠半兩錢 我們去查了一下 它使用的時間是從漢文帝 一直到漢武帝的初期 也就這麼幾十年時間 它這個墓裡面出土的這個錢幣 已經把它的時代就卡在漢文帝 漢建帝跟漢武帝初期 這個時候就把劉甲給排除掉了 因為劉甲在世的時候 這個錢幣還沒有鑄造呢 那怎麼可能是劉甲呢 排除京王劉甲的過程異常順利 這也讓考古隊暫時鬆一口氣 剩下的三位墓主候選人 是否會有具體的文物來印證他們的身份 這還有賴於考古隊的進一步發掘工作 一號墓遲遲沒有明文器物出土 也許數量龐大的後宮墓群 會是破解墓主人身份的關鍵所在 因為在以往的西漢諸侯王墓葬的發掘過程中 陪葬墓和王后墓裡往往會有出人意料的發現 在大雲山上 二號墓 八號墓有著相同的規模 僅僅比埋葬墓主人的一號墓面積小一點 按照漢墓布置的規律 在埋葬墓主人的墓穴邊上會有一座王后墓 二號墓與一號墓同在一處風土下面 那麼二號墓的墓主人應該就是一位王后 那麼八號墓裡埋葬的究竟是誰呢 難道大雲山的墓主人會跨越西漢嚴格的妻妾制度 同時擁有兩位王后嗎 她的整個規劃她已經布局已經 格局已經定下來了 如果再來一個王后的話 她這個林園裡面就沒有地方擺她了 從這個地層學的那個角度上來講 二號墓是早於一號墓的 那麼應該來說 從這種情況來說的話 應該是八號墓的這個王后現實了 可能由於這個王 她第一個王后死的時候 她還比較年輕 她可能要再累一個王后 原來大雲山墓園中的確埋葬了墓主人的兩位王后 但是這種情況卻是符合漢朝理治的 兩座王后墓的發掘工作同時展開 八號王后墓有一個特殊之處 在很早以前 大雲山上年長的村民就知道 這裡有一個叫仙人洞的洞口 就在八號墓的側上方 這個洞口看起來深不見底 難道和龍堂一樣 這也是一個在古代人為挖出的稻洞嗎 一次稻洞的洞口讓大雲山考古隊有很多顧慮 而逐漸向下挖的過程更是印證了他們的猜測 直到清理到八號墓的最底部 整個墓室只出土了寥寥幾件小型紋物 光果結構也被全部燒毀 一座兩千年前的王后墓葬 呈現給世人的不是華貴和富足 而是一片破愛與蕭條 在八號墓一無所獲的情況下 另外一座王后墓 二號墓 卻傳來了好消息 在這個一號墓的邊廠 我們還看到一座墓 就是二號墓 就是現在發掘的這個二號墓 那二號墓呢 它整個的這個規模並不是很大 也就是說它的墓室 也就是在11米左右 王后級別的二號墓如果沒有被盜 那麼一定會出土大量的西漢珍寶 因為二號王后墓 是整個墓園中離墓主人最近的墓葬 按照西漢的後葬風俗 這位王后會享有極高的喪葬規格 從之前西漢墓葬的發掘結果來看 王后墓有時甚至比王的大墓中出土的 珍貴文物還要多 大雲山山頂墓園中的三座主墓 已經發現有兩座被盜嚴重 考古隊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 二號王后墓的保存情況 成了隊員們現階段最關心的問題 然而在清理完封土之後 考古隊發現了一個通往墓底的奇怪洞口 而且洞裡還留有一些生鏽的鐵釘 古代人的盜墓它主要是要的是黃金 第一的墓裡面可能就沒有黃金了 所以它就不盜了 唯獨這個二號墓在古代是沒有被盜過的 反而是什麼呢 現代的盜墓賊 就現代的盜墓犯罪分子 他們就是找到了它 這個僅能容身一人進出的洞口 被考古隊判定為現代盜墓賊挖下的盜洞 因為這裡不光發現了鐵釘 還有現代人使用的蠟燭遺落在洞口 這對於考古隊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這是現代人到的 然後找到哪一家賣這種吸蠟燭的地方 二號王后墓內部的清理工作馬上展開 考古隊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墓葬內部的情況 然而棺果周圍的填土裡不斷地出土一些 玉製的文物碎片 這個發現讓一些有經驗的考古隊員非常驚訝 他們知道墓中埋葬的這位王后的級別 一旦公佈 可能會震撼整個中國考古界 二號墓裡面 它也出土了金鯉魚衣 我們現在我們國家這個 這個西漢的墓的金鯉魚衣 現在加上這個大雲山所出土的 也不過就是八九間 而且二號墓裡面還出土了這個玉棺 所以玉棺就是棺材上面貼著玉片的 天鯉魚片的這種關 這種關以前僅僅出現過兩個 金鯉魚衣和玉棺同時被發現 二號墓埋葬的這位王后的級別 讓關注大雲山的熱潮再一次湧起 吸引了大量墓名而來的專家和學者 在對出土文物和墓葬的文化價值 給予肯定之外 他們也對墓葬屢遭盜絕的事實 表示了惋惜 非常可惜 否則的話它就是一個 有一套完整的金鯉魚衣和 完整的一個魚館 這個是肯定是可以的 因為它古代沒有被刀 由於現代盜墓賊的瘋狂盜絕 二號墓中的金鯉魚衣 只剩下了極少量的殘片 對於修復和復原起不到太多的作用 但玉關上的玉片卻還是保留了很多 從考古現場來看 至少有玉關的幾個面 還是有著比較完好的保存 考古隊員小心清理著貼在玉關上的玉片 然而在仔細查看之後 他們發現 在每一塊玉片的背面 都標有數字和方位的明文 這也是大雲山漢墓 第一次發現帶有明文的文物 那麼這些玉片上的神秘數字 到底有著怎樣的含義 對於推斷大墓主人的身份 又是否能起到作用呢 就是它用很多種不同形狀的玉片 包括它有壁啊 有一些三角形的 菱形的 各種各樣的 這個玉的背面 它都是有編號的 就是每塊都有編號 比如說上55 下62 它就是說 它從這個方面來說 就是說這個圖案是怎麼樣的 我先畫好 畫好以後呢 就把它圖稿呢 就是先編號號 然後把它一塊一塊 把它就是相當於剪下來 然後每一塊玉片的大小 是按照這個實際的圖稿去做 做過了以後 在背面刻一個文字 刻一個編號 然後再把它踢到這個棺材上面去 它才能回到那個位置上去 大雲山漢幕二號幕 玉冠上的名文 雖然對牧主人身份的推斷 起不到任何作用 但是 對於玉冠這種稀有陪葬品的復原 卻有著重要意義 中國之前的兩口玉冠在出土之時 都已經不休散落 那麼在大雲山出土的這口玉冠 則清晰地展現了 漢代玉冠的結構和貼玉片的具體位置 前面原來出土的兩具玉冠 而他們的副委員都是認為這個玉冠 這個玉是貼在外面 但是我們現在通過現場的發覺 我們現在發現的這個玉冠 它的玉片是貼在內部的 這個更合理 為什麼叫更合理呢 本來也得說 古代人的一個商場的一個邪俗 就是這個玉靠著身體 它這個就是它的理念裡面 就是這個屍體才能不服來 那麼它貼在外面 就僅僅變成一個裝飾的作用 二號王后墓雖然被現代盜墓賊盜絕 但還是遺存有較大數量的陪葬品 在清理玉冠的同時 墓內其他位置的發掘工作 也按部就班的展開 對於是否能夠出土 確認墓主人身份的鐵證 考古隊並沒有足夠的把握 墓主候選人雖然只剩下了三名 但如果接下來沒有可靠的明文器物出土 大雲山漢墓的墓主之謎 可能就會永遠地埋在地下 如果遲遲沒有直接的證據出土 那麼墓中遺存的蛛絲馬跡 是否能讓墓主扑朔迷離的身份真相大白呢 在二號墓的旁邊 一號墓外回廊部分的發掘工作 已經進行多日 除了洗浴用品和化妝用品兩個區域 對於其中存放兵器陪葬品位置的清理 也即將結束 這裡出土了大量漢代的兵器 其中建築的種類是最齊全的 所有之前在中國漢墓中出土的建築類型 都可以在這個區域內找到 而在兵器陪葬區域發掘的最後階段 一件神秘的武器 驚陷在此區域的一個牆落裡 經過仔細的清理 考古隊將這把2000年前的王者之刃 恢復了網域的光澤 最有科技含量的 就是它的兵器的表面 它是有暗花的 就是說你拿手去摸這個花紋 你是看得見 但是摸起來是平的 這種呢 比如說跟這個春秋時候 武國和越國流行的這種暗花紋兵器 它應該來說是有一定的關聯的 因為這些暗花紋的兵器 一般的研究來說就是秦代以後 就是說這種兵器很少能見到 也就是說失傳了 在秦代之後就已經失傳的高超鑄造工藝 又驚陷在一座西漢的大墓裡 這是一個推翻曾經定論的發現 在這件武器出土之前 應用暗文技術最有名的文物 當屬月王勾劍劍和無王夫拆矛 這兩件上世紀在湖北出土的精美兵器上 也同樣使用了罕見的暗花紋工藝 曲線的暗花紋 與直線的幾何花紋相比更加複雜 雖然大雲山的這把暗文童歌 在製作工藝方面超過了月王勾劍劍 但是這件武器上卻沒有任何的文字信息 一號墓中出土的大量武器 也讓考古隊更加懷疑 這個墓主人是否比較好戰 因為在大雲山的墓人中 墓主人還分別設立了兩座兵器坑 和兩座車馬坑 這大大違背了西漢諸侯王墓葬配置的常態 在剩餘的三位墓主候選人中 劉碧算是最好戰的五個 那麼他是墓主的可能性有多大的 那個時候正好發現了一些兵器 出土了大量的兵器 而劉碧這個人恰恰在歷史上 就是長期的準備造反 那麼他有大量的兵器的儲備 那既然他有大量的兵器儲備 而且他也在造反中死掉的 那人們就說 這個墓是不是就是劉碧的呢 所以所有的條件 最接近劉碧實際上 史書記載呢 其實這個五王劉碧 是一個有非常好的一個 治理國家的一個能力的人才 那麼當然他很教涉 很好那個叫自供電 就對於說有好起那個很多的房子 然後呢好招募這個天下豪杰 就相當於說人才他可以網絡 但是從經濟方面呢 他有很有經濟頭腦 他可以把這個銅礦採來 採來以後做錢 第三個他會籠落人心啊 他國家他不受賦稅啊 當然還有一個條件就是說 正好又有東陽這兩個字 而東陽就是 正好就是在無國的地盤範圍內 就是封賞給他的 所以所有的條件都跟他吻合 超出常規的兵器坑和車馬坑 讓吳王劉碧成為了 最有可能是大雲山漢幕的主人 一時間大量的新聞 都指向了這位曾經挑起 無處七國之亂的諸侯王 而現階段大墓中 所發現的那些間接證據 也確實和史書中描述的有病 但是有些專家也發出了質疑 這位曾經帶頭叛亂過的諸侯王 在死後還能擁有無此高等級的大墓 我們做考古的 一直我有一句話 就是說 在沒有得到確切的結果之前 前面的都是推斷 我們不要就是忘下結論 就是沒有到這個時候 不要下這個結論 當時我是跟很多媒體都說過的 我說到底他是誰 我們現在不要著急 最後會很清楚地告訴你 因爲什麼呢 我們比如說要做一個 比如說要做一個定論的東西 那我們要找證據 我們要有證據的鏈條 這些東西應該就是這件器器 不一定 不一定 這器器裡面不會放兵器的 武王劉碧在大雲山漢墓發掘的現階段 幾乎被所有人認為是牧主人的唯一人選 但是另外兩位牧主候選人 兩代江都王劉飛 劉建父子 也引起了人們的興趣 因為在史書的記載中 這對父子的性格和作風 可以說是截然相反 江都王劉飛 因為他很平常 而且平常很簡單記一下 你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生的 什麼時候給你封了一個小的王 你又打仗了 又留到功了 然後又給你封一個大的王 然後就結束 就什麼時候死的 就結束了 覺得很平常 在《史記和漢書》中 關於江都王劉飛的記載頻頻無奇 而他的兒子劉建 卻完全相反 史書中 用了大量的篇文來記錄這位昏庸的諸侯王 就是縱墨農才 都是講他做的 做的所謂的利刑壞事 比如說把工女的衣服 叫他爬在樹上 一個月不給他 就比如說 十天不給他吃 也不給他衣服 叫他下午來 然後做什麼事情 讓工女跟狗跟羊去交配 看看他生出來是什麼 然後的意思是叫隨從 在一個湖裡面去花山 然後他去把傳稿翻掉 然後看著他在那裡面 你說不會游泳 看著他死 都做這些事情 對兩代江豬王劉飛 劉建父子的歷史記載中 並沒有和大雲山漢墓 可以直接關聯的信息 在翻閱史料無果之後 考古隊只能在大雲山山頂上 繼續搜尋 這個比漢代普通縣城還要大的寧園之中 破解大雲山墓主人遺团的關鍵密碼 到底埋在什麼位置呢 在三座主墓都沒有明文器物出土的情況下 考古隊將發掘的重點 放在了陵圓的陪葬墓上 在漢墓的發掘過程中 陪葬墓往往會有一些出人意料的發現 而一些機械的陪葬品上 也經常會標有明文和年代 陪葬墓群位於大雲山陵園的北側 按照墓主人機械的等級被分成了樹列 因為常年的開山採石 多座陪葬墓被毀 有的則裸露在山體之上 這些陪葬墓相比三座主墓 面積都小很多 這些陪葬裡能否出土帶有明文和紀念的器物 幾乎成了大雲山墓主人身份確認的最後希望 陪葬墓呢 陪葬墓呢 它是排列很整齊 而且是它是 有一個由大到小 就是相當於序列的一個排列 就是靠近主人的墓 越近的 它的墓葬也就越大 身份也就越高 包括陪葬品它的級別也高 陪墓主人所在的一號墓最近的陪葬墓有兩座 分別是九號墓和十號墓 九號墓的清理工作非常順利 在這裡出土了大量文物 金器 玉器 銅器 陶器 陶器等精美的隋葬品 充分顯示了這位機械在生前被寵性的程度 但可惜的是 這裡仍然沒有帶有名文和紀年的器物出土 十號墓也屬於墓主人第一等級機械的陪葬墓 在發掘完九號墓之後 這一小組的考古隊員 又馬上開始了對十號墓的清理工作 當時通過我們前次的調查和研究來看的話 我們已經認識到一點就是這個十號墓和九號墓 是整個陵園裡面身份和地位 最高貴的兩座陪葬墓 那麼尤其是十號墓 它可能跟那個M1的位置還要稍微近一點 所以這個十號墓應該還是比較特殊的 那麼它的身份的話可能僅次於王后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發掘之前的一個認識 由於是高等級的陪葬墓 考古隊對這座墓葬中的出土器物有著很高的期待 然而僅僅往下清理了一小部分 考古工作人員就有了一個讓人失望的發現 古代的這個盜墓子的話 它從墓葬的中心位置直接下去了 所以直接下去的一個結果就是 把它的官室裡面的東西的話 進行了一個大量的一個盜絕 但是呢有一點就是我們發現這個 官室邊上的一圈的這個 裹飾裡面的東西相對的完整 所以這個裹飾這一塊 我們清理了尤為的細節 被盜墓賊光顧過的十號墓裡 出土了少量的玉器 銅器和陶器 在官室的陰衣裡 考古隊意外地發現了這位十號墓主人的幾顆牙齿 而這似乎也是下一個重大發現的先兆 沒過多久 考古隊員在一個不起眼的漆器底部 發現了一處名人 上書鬧事二字 當我們在墓葬裡面拿出了這個漆器 在背後通過我們的手段 看出了這個刻的這個鬧事的時候 那我們那一刻的話就突然想起來 我們去年在查資料的時候 想起來有這個鬧事這個一個一條 當時文獻裡面叫鬧機 所以一下子讓我們這個 產生了一個很大的聯想 這個刻在氣盤上的這個鬧事 會不會是這個我們文獻裡講的這個鬧機呢 鬧機是有關西漢的史書中 最為特殊的一個人物之一 在史記和漢書裡 很多王侯將相都被一筆帶過 而這個身份僅為諸侯王姬妾的鬧機 卻被記錄過三次之多 我們的這個正史上《史記漢書》裡面 都有關於這個鬧機的另外一條記載 講的是什麼呢 講的是這個鬧機在這個 第二代江都王劉健被滅國之後 轉轉進入了另外一個諸侯國 叫趙國 那麼他非常進入了這個趙國 他還跟趙王呢關係處得很好 趙王還非常非常崇信他 那他自己還給趙王又生了一個小孩 叫做鬧子 在史書的描述中 鬧機竟然先後和三位西漢諸侯王 都發生過關係 其中的兩位就是 是大雲山漢幕的牧主候選人 江都王劉飛劉健父子 劉飛他應該講是很正常地過完了他的一生 他其實是病死的 那應該講 而到了劉健的時候 那麼他就就是荒淫無恥了 一個最荒淫的就是他父親剛死 他就把他這個父親的小老婆這個鬧機就弄過來了 所以這個他就是很荒唐的 不講倫倫也不講什麼禮儀也不講孝道也不講什麼騎馬的這種風俗都不管的 鬧機的一生命途多傳 在跟過劉飛劉健父子之後 又去了當時的邯鄲 被劉飛的弟弟趙王劉鵬祖寵姓 而從十號墓中出土的器物造型來看 有專家分析說帶有趙國的風格 那麼這位跟過三位諸侯王的鬧機 到底是不是大雲山漢幕十號墓裡的那位鬧士呢 西漢時和諸侯王之間的這些器物 你說是風格有天壤之比沒有的 大多數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所以你必須找出準確地說這就是趙國的風格 那如果說風格的差異實在的差異都能找到了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歷史的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 就是說他已經轉換了三個丈夫 他居然最後他還能歸葬到他原來的第一任丈夫者 那我覺得背後隱藏了非常複雜的歷史信息 他能這樣嗎 為什麼會這樣的 符合西漢時代的制度嗎 這鬧事又發生了什麼呢 所以我覺得用兩個這個盤子上面的 出現了這個鬧事的這個信誓 所以這個墓就是這個主人的了 這個還是要慎重 在所有人都將目光聚集到鬧事這個有爭議的名文時 墓主人所在的一號墓中連續出土了帶有紀年的器物 在這個被考古隊最後發掘的區域裡 一枚與周圍泥土幾乎融為一體的古代風泥被一名考古隊員發現 這棵不起眼的文物只有拇指般大小 但是上面卻刻有最重要的名文 江都 這一信息也將吳王劉璧排除 墓主人只能在兩代江都王劉飛劉健父子之間產生 江都的名文就是明確是江都國的 然後當時的這個祝賀王都是使用的他自己的紀念 就是有這麼多的紀念 最後的就是最晚的一個紀念是27年 這個也就是說 以歷史的這個史書上記載 江都王劉飛在位27年是吻合的 也就是說可以說 這個大雲山的這個陵墓 就是江都王劉飛的陵墓 大雲山漢墓的墓主之謎 直到漢墓發掘的最後階段才得以揭開 為此次的搶救性發掘 畫上了圓滿句號 這歷史上這個記載的 也就是非常的簡略 對於劉飛來說 因為善終了以後呢 曹登強頓要給他一個嗜好 這個江都王劉飛呢 就給他一個嗜好叫義 榮義的義 就是把他一個喜好 作為他的一個嗜好 他可能就得以說比較喜好 古代的那些東西 所以他自己要喜歡的東西 要把它撕了以後 一起帶到他的地下去 那漢墓裡面出土了什麼 出土了春秋的童氣 還出土了戰國時代氣氣 還出土什麼 還出土那個琴代的樂氣 像這些東西就得以說 證明它相當於當時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收藏的一個心態 這位年僅42歲就死去的 昔日江都王可能沒有想到 他所締造的諸侯國文明 達到了讓2000年後的人 都不禁驚嘆的輝煌高度 比如說我們說的那個平膜工藝 這個應該來說到明清才出現 包括那個西洋的那個金銀的工藝 原來是認為是唐代的出現 但是這些東西都在大雲山這個墓裡 漢墓裡面就已經有了 它所出土的文物的數量 還是相當相當大的 那麼經過我們的一個統計 它出土了差不多一萬多間文物 因為墓主人被確定為 西漢的江都王劉飛 這座隱藏在山頂2000多年的大型名人 也從此有了一個新的名稱 江都王林 在當大家對江都王林發出感嘆時候 也讓人們想起了 曾經輔佐過劉飛的西漢著名國相 董仲舒 江都王劉飛的這個歷史文獻雖然不多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跟他相關 這個人物在歷史上地位很高 留下很多的文心 就是董仲舒 雖然也說他喜歡造房子 生活過得很瘦迷 但是他能夠用董仲舒 而且他也應該講是重視儒學的 他後來到漢武帝時期 把他當時在江都國的這套思想 就帶到了長安 就提出了霸挫百家 獨尊儒術 這樣一來 儒術才最後的儒學成為 中國的國家秩序 全民秩序 史書僅僅給我們留下了一個 劉飛的簡單背影 巨大的王民 可有著極大研究價值的隨葬品 卻讓世人重新認識了這個歷史人物 雖然劉飛重視徒學 但是這樣規模的西漢大墓 也同時揭露了劉飛所在諸侯國的巨大墓的浪費 對民之民高的肆意搜刮 隨著江都亡靈墓門的開啟 將會有更多的漢王朝之謎 等待著後人解答 好 好 好